伸出你的左手 看看手心之中是否有着这样一个印记 如果有 也许世界的命运将掌握在你的手里 很久以前 邪恶的灵曾侵入世间 带来无穷的灾难 而为了保护世人 一些手上拥有印记的人 和灵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最终封印了万灵之王穷奇 这些人用誓言与梦想 铸成了长林 朝着未知的世界 正义而飞 他们的名字就叫做 侠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轻 orang座 脑袋疼 这是哪儿啊 这谁干的 绑得真紧哪 这到底是谁干的呀 我怎么跑这个剥草屋来了 快来人哪 我被绑票了 救命啊 救 是你啊 原来你在啊 太好了 快帮我解开 快给我松开呀 发什么愣啊 这 怎么回事你 你要拉我去哪儿啊 救命啊 快走 不走 你干嘛把我绑起来呀 救命啊 打劫了 闭嘴 快走 不走 我不走 哎呦 喂 喂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喂 我告诉你 我可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妨碍我 明武 你这算什么意思呀 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逃走 肚子好疼啊 果不可以先把这个解开 让我到那边方便一下 啊 刻薄的家伙 快点解决 帮我解开吧 这样太不方便 那你就跑了 算了 不疼了 我饿了 忍着 我累了 少来这套 我困了 闭嘴 不行 这样下去 我都不知道要被他带到什么地方去 他到底为什么绑着我呀 我又不是灵 灵 有了 没事没事 不小心摔了一跤 快放开我 否则我就 是 你 不准 再这样 真饿了 哎 够不着 喂 你睡着了吗 刚才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 你特别痛恨灵吧 你被灵伤害过吧 很重要的人被夺走了 你被灵伤害了吗 真不容易 其实我说的是我自己 等着我 我一定会成为侠岚 就你回来 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带我去哪里 但我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侠岚 救回姐姐 你要当侠岚 当然 对了 我手上还有侠岚印记呢 你看你看 可你体内也有灵力 我体内有 什么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记 你说话呀 睡觉吧 可恶的家伙 到了 到了 到哪儿了 这荒山野岭的连个路都没有 你要帮我到哪儿领啊 告诉你 我可不跟你走了 这破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 谁知道你是不是要对我图谋不轨啊 我不走 我不走 怎么 不绑着我了 要放我走了 用不着帮你了 哎 这才对嘛 大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 何必搞得剑拔弩张的嘛 好啊 咱们就此别过 后会有期 到此了 好 废话已对 疼死我了 干嘛踢我 跟我走 还要去哪儿 啊 这这这这这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 九公里 啊 啊 啊 哦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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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哦 哼哼 好玩 哎 哎 嘿嘿嘿 哦 哎 好玩 阿娃 玩够了没有 玩够了就快点上路 等等我 等等我 这么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九宫岭啊 奇了怪了 我在陶渊神玩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一直都没发现呢 九宫岭的周围都被设了结界 普通人或是像你这种棒锤 是看不到的 诶 不管怎么说 总算是找到九宫岭了 我马上要成为侠岚了 冲啊 站住 呆 大胆傀儡 你吃了雄仙豹子胆了 竟敢闯入九宫岭 牛不动 上 等等我不是傀儡 我是来 你来 下班 卫生闪电 啊 怎么没字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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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儿啊 怎么没字儿啊 再来一次 等 等 等 你们到底是谁啊 连我们是谁都不知道 就敢擅闯九宫柳 哼哼 听好了 我乃九宫岭诸天殿镇室 扰龙事业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孩子们 报上名字 嘿嘿 由不动 嗯 我叫碧婷 无聊 他叫龟海 呃 傀儡 碰上我算你们倒霉 触手就擒吧 要我说多少遍 我才不是傀儡呢 还敢狡辩 你这灵力我老远就闻到了 游不动 回神闪电 等等 我真不是 啊 嗯 奇怪了 他的影子里怎么会没字儿呢 闪开吧你 看我的 回神闪电 奇怪 怎么还是没有字呢 嗯 哈哈哈哈 怎么还是没有字呢 嗯 影子里怎么会有字呢 你们到底在乱搞什么呢 啊 让我来 还 还来 少废话 接招吧 哼 这家伙能开口说话 看来不是一般的傀儡 嗯 我得加大攻击力度才行 听着 不管你是何方神圣 碰到我扰龙你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接招吧 看我的回神闪电 哼 老 老师 成了吗 这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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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嘛 等一下 你们刚才对他做了什么 小方 你不知道吗 要把傀儡从人体内打出来 这招回神闪电最有效了 回神闪电 没错 当回神闪电照亮傀儡时 傀儡的影子中会出现一个代表被附体者邪念的字 这时 灵就会被驱赶出人体 要不然 等过一段时间 灵自己从傀儡体内出来时 这个傀儡也就变成灵了 明白了吗 嗯 说得很好 老师教导有法 嗯 哼 我觉得他并不是傀儡 嗯 不管是灵还是傀儡 都有一个最重要的标记 那就是额头上的灵异 没错 可是这小子的额头上并没有灵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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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明明感觉到他的灵力了 喂 小子 你还知道什么 说详细点 三天前 我发现一个傀儡 尾随他进入了迷雾时阵 于是我就跟了上去 出手相救 可没想到 他竟然爆发出灵力打倒了灵 那时 我看到他额头有灵印 你不是说他没有灵印吗 没错 可他的灵印后来消失了 消失了 是的 据我所知 灵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 如果没有灵印 那这小子就不该是傀儡 可是话说回来 普通人的体内也不应该有灵力 我也弄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就把他带到九宫里 交给侠岚发了 他手上有侠岚挂印 侠岚挂印 所以我就感到更加困惑了 这挂印倒是真的 一个人如果有侠岚挂印 就说明他体内有侠岚器 这可不是是个人就能有的 有侠岚器 才有资格成为侠岚 对呀 就像灵印是岭的标志一样 所以按常理来说 一个人的体内 是不可能同时 拥有侠岚器和灵力的 嗯 搞不懂搞不懂 这样吧 把这俩小子都带回去关起来 为什么把我也关起来 我是来参加侠岚选拔的 谁叫你跟他在一起的 就这么着吧 我说 走吧 今天来了两个男孩儿 其中一个的父亲 是鸾天剑的两名侠岚 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呢 嗯 另一个 就比较复杂了 嗯 手上有侠岚挂印 体内又有灵力 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不好说 体内有灵力和侠岚器 两种为两种村 这种现象我从未见过 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 我能想到的可能性 只有一种 哦 说来听听 哎 哎 哎 气死我了 这些可恶的家伙 不光无缘无故的玷污 还把我关起来 喂 放我出去 哎 哎 哎 走走走 活该 嗯 活该 你还不是一样被关在这里吗 哼 我都说了是来当侠岚的 怎么就没人相信我呢 他们连我都不信 更别说 你体内还要灵力了 我有灵力 你才有灵力呢 你们全家都有灵力 哼 反正我不是刘 谁相信呢 嗯 和我想的差不多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哎 哎 现在看来 只能朝着最好的结果去想 同时做最坏的打算 您的意思是 把他留在九宫林 参加四项侠岚选拔 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自己选择将来要走的路 今天的谈话就你我知道 到时我会宣称 这个男孩曾受到灵的攻击 但由于体质特殊 因此虽然没有转化成灵 但体内仍然残留了一些灵力 希望他能选对自己要走的路 希望他能选对自己要走的路 我切意万苦 诚心诚意地跑来这里 没想成为侠岚 谁知道 竟然像个猴子一样被圈在这么个破地方 看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 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丢人现眼 喂 你这才叫乌鸦落在猪身上呢 现在大家都关在一起 彼此彼此 谁也别笑话谁啊 哼 还说我丢人现眼 哼 哼 跟我走 走 去去哪儿啊 你们自由了 跟我去宿舍 也有我 还有她 哼 破阵统领同意你们两个 一起参加明天的侠岚悬吧 现在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 就说 我 我 快走快走 还要我等你到什么时候 我能当侠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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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当侠岚了